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 总统的权限到底有多大 要小心了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太高 可能会减少农作物的营养成分 另外无人驾驶班车 开进纽约时代广场 旅游观光更加方便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明星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晚花筒 我是叶帆 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即将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 预计议员们会就很多问题进行严厉的质询 其中有可能包括他对总统权限的看法 卡瓦诺认为总统的权限很广 那在美国总统的权限到底有多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将提名布莱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卡瓦诺法官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的时候 表示要给最高法院带具他独立的心态 我相信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我们共和国宪法的精髓 如果我的提名被参议院通过 我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每一起案件 我将永远保护美国宪法和美国的法治 然而民主党发誓将阻挠卡瓦诺的提名 他们担心他的保守主义观点会使最高法院 在今后几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严重又轻 总统先生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五年半里 一直为您和美国总统服务 民主党人对卡瓦诺对总统权限的看法 尤其表示担心 这从他在为前总统乔治·W.布什工作时可以看出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是这么说的 卡瓦诺先生不仅说总统不应该被传唤 他说总统不应该接受调查 卡瓦诺先生难道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卡瓦诺在法律论文中写道 总统不应被民事或刑事调查分心 法律专家乔纳森特里表示 简短地说卡瓦诺觉得总统权力 应该很大 卡瓦诺信从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权力的定义 他倾向于服从总统 如果川普有什么事情需要法庭处理的话 这能包上大忙 不过这是卡瓦诺的哲学信仰 不代表他是有偏见的 卡瓦诺的观点令自由派活动人士 德鲁·考特尼感到不安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 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额调查 有脱不掉的关系 法律分析人士凯特肖表示 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 无疑会追问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涉额调查 比如说如果总统选择不主动接受问话 而特别调查员穆勒下令召唤总统的话 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问题 你可以传唤在任总统吗 如果这里有法律之争的话 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被提交给最高法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 卡瓦诺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民主党人会对卡瓦诺的记录进行攻击 兜首这种廉价的政治恐惧 是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商 美国人民当然清楚 政治职位和司法职位的区别 卡瓦诺的提名要获得通过 必须有多数参议员同意 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1个席位 民主党占有49席 人类在燃烧煤炭石油的同时 向大气层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虽然植物生长需要二氧化碳 可是科学家发现 二氧化碳过农会减少水稻 玉米等农作物的营养成分 李维斯·泽斯卡是美国农业部的植物生物学家 他正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 对水稻等农作物的影响 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是植物获得养分 它会使水稻生长得更多更好 但事情远比这复杂 泽斯卡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现 在本世纪末预计的二氧化碳浓度下生长的水稻 其蛋白质 铁 铅和维生素B的含量较低 在以水稻为主食的国家 这是一个问题 水稻是世界上近20亿人口的唯一卡路里来源 因此无论水稻发生什么事 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受影响的不仅是水稻 其他研究发现 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 玉米 豌豆 大豆和其他农作物 也会失去一些营养价值 会出现稀释效应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加大 与土壤中的养分失去平衡 植物会变大 但得不到足够的养分 植物需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才能生长 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 植物会长得更大 但它们也需要土壤中的氮元素 来制造蛋白质和一些维生素 但水平没有变化 铅和铁等其他土壤矿物质也没有变化 因此植物虽然更大 但营养成分较少 这并非全是坏消息 不含氮元素的维生素可能会更好 你会很高兴知道 维生素C主要就是碳 因此我们认为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 维生素C的含量可能会增加 但二氧化碳增加的影响 已经超出了农作物的范围 在这些单子下面是一种银焦菊 一种令人讨厌的 侵入性强的 可以引起过敏的杂草 它含有一种化学物质 可以杀死其他植物 泽斯卡想知道 随着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 银焦菊的数量是否也会增加 如果数量增加的话 这种植物控制周围土地的能力 就会得到提升 鉴于这种植物这么有害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 泽斯卡30年来 一直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 将如何影响植物和依赖它们的生物 从农作物和杂草 到为养蜜蜂的花粉 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 来考虑二氧化碳对植物的影响时 当然这很重要 但请记住 这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影响 还会影响到所有生物 泽斯卡说 即使经过30年的研究 科学家们仍然在起步阶段 无人驾驶汽车开进了纽约时代广场 下次你去逛街 步行也好 坐车也好 就看你喜欢了 这种箱形电动汽车在大约150米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返 它配有高科技感应器 不需要人来操纵方向盘 我们展示的是 Cost Autonomous公司推出的低速无人驾驶汽车 这种低速无人驾驶汽车主要用于机场 校园 主题公园或者市中心 为行人提供代步工具 很多人不喜欢开车 甚至还要找停车位 然后再步行 他们想要来去自由 我想现在不仅是年轻人 甚至全国人都是这种想法 这种汽车在没有座位的情况下 可以承载20人 Cost Autonomous公司 虽然开创近一年 可是在开发无人驾驶技术方面 已经有15年的经验 预计第一批无人驾驶汽车 将在明年投入使用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澳洲一位10岁的男孩 人心善举感动社区 另外苦闷无助 来自中国的Lizzi 讲述在美国心理咨询的经历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澳大利亚一位10岁的男孩 立志要帮助城市里无家可归者 他把募捐来的衣服挂在树上 让需要的人免费来拿 为流浪者送去温暖 树上不会长钱 可是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树上 会长衣服 我们把衣服放在树上 天冷时需要的人可以来拿 霍巴特市住房短缺 入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多 10岁的奥利福爱德华兹 就发起了温馨大树 Free on the tree运动 为穷人提供免费外衣 在妈妈的帮助下 奥利福把募捐来的外衣 挂在城市各处的公共场所 然后贴上标签 如果需要就来拿吧 我们想让大家拿起来很方便 同时也让他们保留隐私 有时开口求助也不容易 这个行动感动了很多人 我很赞赏他的想法 他考虑到流浪者可能受到的歧视 他们寻求帮助有多困难 从这点来看 他的主意太好了 霍巴特居民迈克亨德森 已经在伯利恒收容所里住了三个月 他看到树上的大衣 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 你在街上流浪 无家可归的时候 很需要保暖 特别是现在霍巴特入冬了 非常冷 很多流浪的人很感激 有衣服穿 奥利福已经在霍巴特的树上 挂了大约40件大衣 他的目标是在这个月里挂满100件 他希望全社区都来参与 让温馨大树活动不断扩大 今天时尚的变化越来越快 为了迅速准确地判断市场动态 时装公司转向数码化设计 具有165年历史的名牌老店 列维斯公司采取创新手段 生产牛仔服装 每个季节 列维斯牛仔服创新实验室 都要推出上千种新款式 给丹宁布带来各种各样 保金风霜的感觉 列维斯的设计师 采用数码笔和触屏电脑 设计出丹宁布的磨损图案 然后把设计图案 上载到这种激光设备中 就这样 一条新的牛仔裤便附上了岁月的痕迹 只花了一分半钟 就完成了人工需要20到30分钟 才能完成的工序 改用这种新的数码手段后 我们大大的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及时地把产品送到顾客面前 而且还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顾客们 想在店里买到什么样的产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时装公司 开始采用数码设计和自动化技术 不仅降低了成本 而且更快地跟上了流行趋势 全球采购公司利峰 有8000多个零售商客户 利峰正在帮助客户向数码供应链转变 先进的软件在设计时装的同时 还可以展示逼真的3D图案 省去了制作人体模特的花费和时间 你可以在裁剪之前就设计出一整个系列 既减少了浪费和前期准备时间 又可以及时做出决定 提高整个流程的效率 旧金山的时尚新宠Beta Brand公司 邀请顾客给新产品投票 比如这种防水靴 然后把获胜的款式送到利峰公司 制作出3D样品在网上销售 一直到有顾客购买时才真正地生产靴子 这种技术的优势就是速度 你可以说 对 这就是我们要销售的产品 现在就上市 这项新技术给列维斯带来了改革 多年来牛仔裤都是在外国工厂生产的 工人们用石子和纱织等工具来磨损服装 那些工厂不久也会使用激光设备 就像内华达发货中心的这些机器 可以在向商店发货前才完成牛仔裤的款式 这是一次彻底突破 不仅会改变牛仔裤的设计和发展 还会改变牛仔裤的生产和销售 预计技术新浪潮会给时装行业带来变革 促使厂家更快地推出最新产品 在中国心理咨询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 甚至有人认为只有精神病人才应该去做心理咨询 相反美国的心理咨询体系很发达 有的人会定期去拜访心理医师 疏通情绪保持心理健康 我们来看看从中国来的Lizzi 在美国寻求心理咨询的经历 有的时候就在公司上班或者怎样白天的时候 或者去吃午饭在路上走在路上的时候 感觉是有人拿一个黑色的马带套在我头上 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就承受不了这种力量 然后一下变得很无助 我叫Lizzi然后我来美国差不多有快七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一开始来是来读研究生 然后现在从事就是国际教育方面的工作 当时是2017年初的时候 因为学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医院的中正健康病房里面 陪护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当时在那个期间也见证了很多的生理死别 觉得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期待的心态 就是很简单的一对一坐在一起聊天 他坐在我对面 然后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 跟朋友和家人去诉说的时候 是只是宣泄而已 让这些感受去发泄出来 时间久了我会发现自己变像祥林嫂 就在一个同样的故事 一遍一遍去讲一遍去讲 父母吧 尤其作为中国父母 大家的对这个心理咨询 这个板块本来就不是很正式 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 就是说你不要去想就好 你只要不要去想 控制自己不要去想就可以 但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呢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 如果我能控制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 说这件事情对吧 但是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 因为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 他能看到你作为当事人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去根据你生活的经历 感受给你的建议 比你自己要想十遍 二十遍还要再清晰 我记性相特别深 当时心理咨询师 有过一张 一张像类似于表格那样的东西 然后他会有很多 就是当时简笔画了 就是这个表情 然后他会问我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表情吗 他让我去通过这个画来 去recognize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中间 因为在人特别难过 特别悲伤的时候 通常很多情绪就混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证实到底 你感受最强的是哪一种 或者你最需要去解决是哪一种 其实说实话 我每次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在心理咨询师面前都会 就好吵大哭 可能一个人在开车回去路上 或者回到家以后 还或是会有低落 或者甚至就是哭的这种状态 但是之后就会觉得 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 因为一是觉得自己 情绪得到一个宣泄 再一个就是觉得 可能对自己未来 碰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更有信心自己该去怎么处理它 每年游客们都会慕名来到 马里兰小镇柏林 来观赏一项与众不同的比赛 浴缸比赛 这项比赛幽默搞笑 可是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 就是为身患重病的孩子来募捐 马里兰的历史小镇柏林 田径安逸 但每年都会因为举行 年度浴缸大赛 而变成热闹非凡的大排队 这项年度比赛 已经进行了28年 每年夏天 观赛者们都会聚集在 主要街道上观看游行 并为他们最喜欢的赛手 欢呼助威 从赛事筹到的钱 将会捐给一个名为 相信明天的儿童慈善组织 该组织为身患重症的儿童 提供医疗帮助 并为他们的家庭组织 海滩度假 消防员迈克怀利 是今年游行的领队 自从我12年前搬到这里 我就在给这个小镇的 各种活动帮忙 浴缸大赛执行总监 当时请我和另外两个朋友 穿浴袍 戴浴帽 拿着肥皂毛巾 来为游行领头 本来只是带那一次队 但如果我们现在退出 他们说会把我们涂上利青 沾上羽毛 然后扔出城 参赛者十分认真 比赛是有标准的 而且有不少竞争对手 每一个参赛浴缸 必须有方向盘和刹车 符合大小标准 并且由达到合法驾驶年龄的司机 来操纵 也就是说 参赛者必须在16岁或16岁以上 这活动非常好玩 它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我得造出个合适的浴缸 把我最好的朋友塞进去 然后推着它跑个几百码 我可以一边享受在太阳下奔跑 一边看着道旁的群众为我们欢呼 活动组织者说 浴缸大赛是个双赢 这场比赛不仅为小镇吸引了游客 还为一个值得奋斗的事业 筹到了钱 并且给大家增添了一个 在炎热的夏季到户外活动的理由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